今天为大家解说比赛的还是苏东和王涛 今天的比赛看点十足 因为这是大家梦开始的地方 这是本届杯赛的揭幕战 对着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巴西女足 小组在阶段的比赛考验的就是双方的稳定性 需要球队能够拿出并且保持住出色的状态 才有可能最终突围成功 希望今天的比赛不会让我们失望 他这球能进吗 球还在危险区 同时这边台的旗子也聚起来了 危险终于解除了 成功把球抢了回来 他可以考虑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 罗家慧 有机会领先 精彩的扑球 来到对方腹地了 有没有机会 球出了边线接外球 摇尾 唐嘉丽 王珊珊 找准空当 及时突破 击中门注 弹回了球场 防得很好 没给对手留机会 太可惜 他们本来有机会取得领先的 这次进攻的组织配合 以及最后射门都处理的已经非常完美了 但无奈 最后的射门 却被对方的门框拒之门外 前场反抢成功 能创造出机会吗 好机会 依然是进攻方的机会 门将把这球拒之门外 不过球还在场下 顶是顶到了 但是角度没有把握好 这球传得真是莫名其妙 球到了前场 开始组织进攻 漂亮的跳传 这个球很有威胁 直接打门 他肯定也对自己很不满意啊 这样的机会都能错过 他们本应该一九领先对手 但是他没有抓住机会 楼嘉慧 咱们的手是示意 能取得领先吗 好球 按照他们今天这个发挥 打进这个球 这只是时间问题吗 进球回放来了 被他在这种距离 拿到这个机会 还会有其他结果吗 比分现在变成了1比0 漂亮的跳传 带球摆脱了防守啊 他们没有轻易的起脚 这次攻击还没完 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结尾 差一点就被对方破门了 直接打门 门将阻挡了进球 开了一个短角球啊 没有调整好 骗出去太多了 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好说 他们就是在这种娴熟的传递中 寻找机会 没拿住 但是也扑到了 这次进攻只能无功而返了 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 看看他们能否将反击转化为进球 翻平的机会 就被扑出去了 这就是长期训练的下意识反应 这是想要做一下配合 对手通过组织好不容易才找到漏洞进入进去 扳平的机会啊 球就是不进 曾经有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没有珍惜啊 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出来 队友来支援进攻了 这脚直接有机会啊 他又进球了 防守队员还是没有找到防守他的办法 好的传球手就是这样 只要一出脚就能创造威胁 就像这个球一样 面对机会他们更是没有脚软 直接起脚 一脚力量十足的打门 破门成功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在起发后场滑缠抢断 王双 王双一脚精准的传递 怎么打怎么有啊 分差已经被拉开到了三个球了 这脚射门的力量和速度都不是一般门将能阻挡得住的 看看比分 上半场一边倒了 一次没有必要的失误啊 球直接到了对手脚下 千里走单棋的戏码来了 好的追求用了 进球回放来了 被他在这种距离拿到这个机会 还会有其他结果吗 比分被改写成3比1了 罗家慧 裁判示意不失两分钟 比赛还没结束 他这个过人啊 看起来是那么简单啊 他简直是火力全开 就算现在已经三球入胀 但是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啊 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机会出来以后轻轻一挑 球就进了 太漂亮了 现在比分是4比1 裁判员一声照响 双方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 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现在继续 这次换成了八七姑娘们来开球 很有威胁的传球 文将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没什么问题 看起来他应该是找的前点 他们还要继续发脚球 脚球开到禁区里 对他来说啊 这个头球扑起来 简直是轻松加愉快 想要在他身上进球 什么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的余地 没错 表传过顶 事业非常开阔啊 约位了 编才这个棋子举起来了 没有第一时间传出去 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等到再想传的时候 队友已经约位了 没错 成功的抢队 成功的防守 传得不错 传给了王珊珊 守末远奋不顾身 飞身就险 叫球开了出来 比赛还在继续 武射球进 门将尽力了 显然他的队友 也没有给他足够的忙碌 我们能看到 门将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做了 无论把他换成其他任何人 都很难做的比他更优秀 但现实又是如此的残酷 球毕竟还是近了 目前双方比分是5比1 队友在积极跑位 看看这个球会怎么处理呢 一次成功的抢队 终结了对手的进攻 船偏了一点 出界了 接外球 他们对阵容做出了调整 长跪时间已经过去了60分钟了 还剩最后的30分钟 他们重新拿到了球权 反击的机会来了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欲速则不打 一味球快 肯定会出问题 这次就没控制住球 常规时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25分钟 双妹子往上拿球 明显的机会 这球又有了 我有点同情他们的对手了 这个进球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脚极具穿透力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门 目前双方比分6比1 双妹子往上拿球 传给了张瑞 门将表现很好啊 球传向了进区中央 一角打门 门将进到了自己的职责 视野很开阔 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次传球 可惜越位了 他的启动啊 还是稍微早了那么一点点 这就叫欲速则不打 唐佳丽 就被断下来了 边路拿球 空间很足啊 这就能进吗 这都能扑到 这是什么样的反应速度啊 开了一个短角球啊 他就是对手的进攻终结者 王珊珊 王珊珊 失去了球权 这脚穿球直接穿透了防线 打到立柱了 出阶了 他们现在请求换人 一次非常成功的防守啊 这不能不进吧 文将直接选择将球抱住 王珊珊 他持续代球推进 应该能打进吧 看起来是一个很有机会的球啊 但只是送给对手一个球门球 第四官员举牌 他们要换人了 队友上来帮忙了 队友上来帮忙了 可以起脚了 这一次的攻势被暂时化解了 太残暴了 进一个接着再进一个分差也是越来越大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中场哨就要响了 分差如此悬殊 大家不用再等了 前场压迫有效果了 断球了 摇尾 这球有了 他今天已经有两个球入仗 进球的回放来了 看看这个教科书一样的跑位 这样的绝佳机会 怎么可能会错过 双方悬殊的实力从比分上就能看得出来 第四官员公布了补视时间 三分钟 看起来机会不错 这个犯规动作太不小心了 这可能会被罚出场外啊 裁判员这次也是铁面无私啊 直接掏出了红牌 这个球没有什么抗议的必要了 规则就是这样的 起跳打门了 门将立功了 破坏了这条任意球 但是还不能放松 中场哨声响起 中场哨声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